我们任何概念呢 都有前提条件等等 你忘了前提就不可以 不可以 好 有了这个点连续的概念呢 我们立即还可以再说一句话 否则 否则就是说 前者的三个条件里面 逻辑上怎么考虑 至少有一条不满足 就是否则 就称 这样的X0 为Fx的什么样 间断点 否则成为间断点 然后注意下面跟我一块来思考 这个点连续有等价描述 它等价于 Fx 当X去向X0的时候 极限等于A 首先这个极限的等价描述 大家应该知道有一款 如果要是极限等于A的话 一定可以写成这样 在X0附近 在某一个 去星领域里面 Fx一定可以写成A 加上一个 αx αx呢 其中αx是 无形小量 在同样的去向下 无形小量 那这是极限的等价描述 根据这个极限等价描述 点连续的描述呢 就可以写成如下的 比如说这一款 在某一个 S0第二条领域里面 有定义 并且 Fx 可以写成为 Fx0 加上 Fx 而Fx呢 仍然是这个 趋零的 仍然是趋零的 那可以写成这一款 这个对还是不对啊 跟我们那个 给的前面的 第一个定义 就是点击定义 是不是等价的 一码事吧 这一码事 有的人就问 你给了一个定义 干嘛还老给这个等价描述 这就是换位思考 因为在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 有可能会换一个方式来思考 知道吧 那么这是第一款 下面一款 我们还可以写一个 我们引入一个增量的记号 deltax等于 x减去x0 x0是固定的 这个x呢 是变量 自变量的记号 就是指的在s0附近 给它一个变化的一个量 这个变化量呢 叫做增量 增量 increment 增量 大家也没想到 这个增量 也可能是正的 也可能是负的吧 往s0 右端跑 这个deltax想怎么样啊 一块来跟我思考 函数概念 往s0右端跑 在右端取得deltax 意味着deltax怎么样啊 大0 要在s0的左侧呢 第二个就小0 引入这个记号以后 再引入一个这个记号 在s0处的 函数的增量 把它记作为 注意这都是定义为 记作为 fx减去fx0 就是当字变量 在s0处 有一个小的 一个变化的时候 相应的函数 也有一个小的变化 这个小的变化 是不是就是 fx减去fx0 知道吧 那这个呢 记作 delta delta 这是那个国际音标 现在清华的很多老师给变 包括年轻的 念这个字念不好 总说 delta no 要按照国际音标的规范来念这个 这些希腊字母 注意啊 我现在说的事情也很重要 就要看你 讲来是不是要走向国际化的一个路子 每一本英语字典上 只要是合格的一本英语字典的 后面的非页上 都有希腊字母的国际音标的发音 知道吗 按照那个来发 比如说 这叫epsilon epsilon 这个叫做ksai ksai 等等 我就不多说了啊 希腊字母的发音呢 要准确 我这次还想再说一个情况啊 还有给大家提点要求 从我这个微信分课程里面 给大家提要求 我们要求大家大学里面 自己要检查自己写字是不是规范 首先我说 我的写字不整齐 因为讲课写的比较快 但是我敢说我会写的准确 比说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零 十个 罗马字 数字 你能不能写准确 有的人写 有的人怎么写呢 这是七还是九啊 这是六还是四啊 不知道 如果你进了清华大学 已经念了大学了 数码字还写不清楚 我可以肯定的说 不合格 还有英文字母 注意啊 我说完 英文字母要写准确 大家看我写这几个念什么 这个念什么 C 有的人写X这么写 你如果写大写的X 要这样写 知道吗 大写的X 大写的X 要写成这样的话就是Z 大家安静啊 我讲的事情 你们觉得重要不重要 那就注意听 我再写 这个念什么 这个念什么 有的人说是七 还有的人说是下午的下 他本意想写F 这叫F吗 还有 这个是什么 又是Z 又像Z 又是像E E要这样写 不要写麻烦 知道吗 不要写麻烦 我再说一个最重要 用的最频繁的一个字母 这个念什么 No 这叫力学的力 所以再做的问问自己 你写X是不是这样写 要这样写的X的话 我敢料定 你讲了长不长大事 你X字母都写不准确 X不一样啊 可以这样写 也可以往这边歪 切不可以往这边歪 有时候一字直叉 会使得你很麻烦 比如说 你讲来 我就是随便开玩笑说了 你申请出国留学 你写的一个资料上面 填那个表里边 英文字母写的 这个不像X 那个不像E 那人家老外 就不知道你要表达什么 知道吗 你看你英文字母都写不规范 12345789 0都写不规范 你也就会觉得很奇怪 另外刚才有同学说 我们有一个例题 为什么那地方极限是不存在 就这个地方了 我们说这极限不存在 这极限不存在 因为从这步到这步是没错的 这个不就是这个吗 这个是X平方 这个是S减一 S区域无形大 存在不存在 这么简单的问题 都没有想通 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存在不存在 这不无形大量吗 这是无形大量 不存在的时候 不可以用运算法则 知道了吧 用这两个记号 叫做自变量的增量 和函数的增量 我们在此要提一个特别的要求 从今天开始 要求每一个同学 要能够准确地写出函数的增量的表达式 增量的表达式 能不能写得准确 至关要紧 它会影响我们后续的很多的学习的内容 注意 有了这两个记号以后 那么事实上 我们就可以写出来一个 在一点连续的另外的一个等价描述 这等价描述就可以写成 delta delta fx0 可以把它写成 fx0 加上delta 减去fx0 写成这个以后 我们就可以写出第二个准则 或者说等价的定义的一个理解 就是说 要求deltafx0 deltax趋向于0的时候 它的极限里存在 应该等于什么 应该等于0 换句话讲 注意听好 考察一个点 上函数是不是连续 首先要求那点要有定义 其次 按照我们现在这一条 可以怎么理解呢 当自电量 deltax那个增量趋零的时候 函数的相应的增量也怎么样啊 也趋零 或是用最简单通俗的话来讲 自电量的变化很小 函数的变化也很小 知道吧 什么叫很小 很小 我们是用无形小量来刻画的 就是说 自电量的增量是无形小量的时候 函数的增量也应该是无形小量 这个两条呢 以后将会变成为 和内定义本身 那就有三款了 三款 一个定义 一个 两个本件描述 可以变成三个 稍有差别的判断 是否点连续的 准则 以上就是准则 那么下面 我们来看一个例 写出一款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x去向x0的时候 fx左右极限 我用汉字来写了啊 左右极限 都存在 并且怎么样 相等 而且都等于fx0 这又是点连续的 另外一个换样的一个说法 我们来看一个例 我们已经知道 我们已经知道 sinx 比上x 极限是1 前提 x去0 那么我们来考虑 这个叫做fx 我把它写在这儿 x 这是x不等于0的时候 因为在0这一点没有定义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 不等于0的是这个 如果没有别的解释 或者考虑 这就是f 这个函数在0那一点 没有定义吧 那在0那一点 是不是连续呢 显然不连续 但是呢 我现在把它 改成这样的一个情况 等于0的时候呢 我搞成一个 这地方等于1 我们现在再来看 这个函数 在x0处怎么样啊 考虑 三一要素 有定义吧 s0等于0 注意 有定义 然后有极限没有 有极限 极限知识多少 1 函数知识多少 1 所以这个函数 就变成连续函数了 当然了 你完全类似的 你可以考虑 如果取一个fx 等于 sin x分之1 x等于0 是不是间断点呢 是不是间断点 按照我们签文定义 应该是间断点 因为0的倒数 是无穷大量 那么 或是还可以再写成 再考虑一个简单的函数 1 减x分之1 这个x等于1处 是不是间断点呢 是间断点 那么 这两个间断点是 由于 三样素里面 哪些条件不满足呢 在这个里面 首先在0那一点 没有定义 其次 在0那一点 也没有 也没有极限 那这个也可以类似的 去说一些结论了 那么 有了以上的概念的分析以后 我们给大家一个 基本的结论 初等函数 在其定义域内部 注意是内部 内的点上 就是在内部的那些点上 结论是处处连续 这个说法就排除了 那个定义域的 边境上的那些点 是吧 边境上的那些点 到底连续不连续 对不同类型的 出能函数 可能有不同结果 知道吧 这是一个重要的 一个结论 那么下面我们看一个例 来体会一下 这个结论 y等于3x 这个是我们 最常用的一个函数了 对于任意的x0 属于负无穷 它定义域 是不是负无穷到正无穷吧 你认取一点 来考虑 这点上是不是连续呢 为此我们用前面的 我们的一个 注意啊 点连续我们给了定义 还给了等价描述 清楚吗 我们可以用任何一款 为此呢 我们写出增量 delta fx0 我们一块来写增量 增量得什么 sin x0 加上什么 delta x 减去什么 sin x0 那么它就应该 我们为了要判断这个 delta x趋零的时候 delta f是不是趋零 我们进一步把它 写成 g的形式 是不是就是2倍的sin 2分的1倍的delta x吧 再乘上什么 cos x0 加上什么 2分的1倍的delta x 这是 核叉划机了 那么如果我们把它取 决定值 absolute 现在我就可以用 三角不等式了 或是决定值不等式 就是2倍的sin 我直接写出来吧 小于等于 根据基本不等式 2分之delta x 这对不对啊 三一这个不是叫 小于那个吗 这对吧 然后这个呢 是有介的 有介它的介是多少 一 那么实际上这个呢 就是等于delta x delta x 好了 到这里 根据绝对值的基本性质 大于等于0 这样的话 这东西就加在了两者之间 delta x和0之间 由加比准则 另 delta x 去于0 左右极限都存在 是不是都是0啊 左右 都去向于0 所以 减去fx 注意啊 这是增量 我们又把它写了一遍 我都不愿意烦地写这些东西 所以这个等于0 这就用了我们前一款等价描述里边的某一个吧 自并量趋零的时候 自并量的增量趋零的时候 还是增量趋零 因此 y等于3x 在x0处 也许 但是我们这个x0呢 是认取的一点 那么 由x0 属于负无穷 到正无穷的 韧性 得到3x 在负无穷 到正无穷 内 出处给去 这就是我们其中的一类出的函数 给大家做了一个演示